《浩月当空》第382章 龙当当的最强形态 五龙合一 当五道身影瞬间重合的刹那 龙当当的身形瞬间拔升到了三米开外 和对面叙事的汪长星相比 此时的他依旧显得有些渺小 但他身上的晶晶基座站开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左右肩膀各自多出了一个龙头 左肩是赤金色 右肩膀是蓝金色 胸口护心境外 则是变成了金色龙头模样 背后 一朵盛开的红莲花光芒绽放 一圈圈蓝色光韵在他胸口正中向外扩散荡漾 双腿甲皱变成了青金色 战裙上多了一条盘绕的黄色巨龙纹路 左臂的甲皱变成了银色右手光之才绝 左手却多了一柄剑柄 是黑色龙头 紫黑色宽厚剑人的重剑龙当当自身的气息 也伴随着五道身影的合衣疯狂跋生 双手重剑展开在身体两侧 他的双眸之中闪烁着奇异的光彩 隐隐有紫金色缭绕 负责本厂主才的牧师圣殿店主 此时脸上和煦的笑容已经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无比强烈的震撼 以他的修为 自然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此时龙当当身上所拥有的是各种复杂能量的组合 每一种力量都十分强大 但最为可怕的是 他竟然能够将这所有的力量全部整合在了一起 但是属性就包含了水 火 土 风 光明 黑暗 空间七种 比紫桑流盈还要多一种 如此复杂的能量 却被他一个人所拥有 而且还有至少三尊零炉的力量 附加在其上 这么多庞杂的力量 他是怎么做到 将其整合在一起的 关键是 还能相辅相成 其中还包含了那尊五头黄金龙的全部力量 此时此刻的龙当当 身上所绽放出的气息 哪里还是一名七剑 汪长兴身上 那雄霸天下凌卢的气息 在持续拔生 让他身体周围的空间都不堪重负 开始出现了塌陷的情形 但是 伴随着龙当当身上发生的变化 汪长兴身体上快速爆发的力量 却骤然停顿了 一个雄魂的声音 在汪长兴脑海中响起 这是什么鬼 耍赖了 听着雄霸天下凌卢气急败坏的声音 汪长兴此时的瞳孔 都有些放大 他能感受到自己身上蕴含着怎样恐怖的能量 可是 面对眼前的龙当当 他却依旧感受着自己的渺小 这样的龙当当 已经完全超越了他的想象 就算是面对自己老师的时候 他都没有产生过这种被压迫的感觉 无论是自己的灵力 精神力 亦或是雄霸天下凌卢 哪怕是战役 在这一瞬 竟然完全被压制了 甚至连继续进攻的勇气 似乎都在狂闲 双方就这样在空中彼此对峙 而观战的其他参赛者们 此时都已经傻了 龙当当此时的状态 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认知 但谁都能感觉到 此时的他是如此的强大 绝对可以和九阶强者媲美 而且还不是普通的九阶 不可能的 他怎么可能拥有这样的力量 刚刚结束比赛的紫桑流盈 看着场中的龙当当 脸色大变 正因为他自己 也有着混沌龙作为伙伴 才更加清楚 此时龙当当所做的一切 有多么艰难 他和混沌龙之间 有元素灵卢作为调和 才能彼此能力互通 组合爆发出强大的战斗力 但他也绝对做不到 将自身所有的力量 与混沌龙完全融合 他与混沌龙融合的时候 所产生的元素神体那么庞大 并不是他愿意的 而是必须要在那种体积的情况下 才能让融合之后 所产生的庞大能量 不至于暴动 可眼前的龙当当 看起来竟是将自身的力量 与自己做其伙伴五头黄金龙 完美融合在了一起 而且 还是在元素不平衡的状态下 他是怎么做到的 甚至连自身的灵卢力量 也都融合在了全身 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这种状态下的龙当当 紫桑留音明白 无论自己有什么样的底牌 都是绝不可能战胜的了 龙当当注视着汪长兴 汪长兴也同样在注视着他 四目相对 汪长兴嘴角流露出一抹苦涩 龙当当的目光十分坦然 而他身上的能量波动 依旧在持续拔升着 八阶 九阶 依旧没有停顿 依旧在持续攀升 站在场边的伙伴们 也无不震惊 之前林梦露 突然化身为戒律牧师 就够让人震撼的了 而此时此刻的龙当当 甚至带给他们 更加强烈的视觉冲击 龙当当所释放出的这些能力 包括分身 零炉 五头黄金龙小八 他们都见过 可是 他是怎么做到 将这些力量 完全融合在一起的 这是一个何等复杂的 甚至是常理中 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可事实摆在眼前 又由不得他们不信 汪长兴身上的赤金色光芒 停顿下来 深吸口气 向龙当当点了下头 我明白了 我认输 这种状态的龙当当 已经足够让他给战士圣殿一个交代了 他说他明白了 是因为他明白了 龙当当让他看到最强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这也是汪长兴所希望看到的 他也明白 龙当当之所以直接就释放出这种状态的自己 也是为了不伤和气 正是不诈屈人之兵 四分之一决赛第三场 战士圣殿汪长兴主动认输 龙当当获胜 成为第三名进入四强的选手 一道道流光 纷纷从龙当当身上分解出来 首先是五道彩色光芒 重新融合为小八的庞大身躯 光门开启 不如其中消失 然后是一道道分身 先后从他身上分解出来 再是零炉光芒闪烁 各自收敛光芒 最后才是晶晶基座战凯 重回基座形态 露出了龙当当的本体 这个过程足足用了一分钟 看上去却依旧如此奇异 看上去 龙当当和比赛之前一样 并没有什么区别 唯有站在场边的龙空空 感到了一些不对 他飞快地冲到场地边缘出口的地方 龙当当平稳地走出了比赛场地 龙空空一把就抓住了哥哥的手腕 然后他立刻就感觉到 龙当当体内传来一股吸扯力 他体内那奇异的紫金色血脉之力 顿时流淌起来 被龙当当直接吸收了大约十分之一的样子 龙当当的身体 这才明显放松了几分 而龙空空则是清晰地感受到 老哥的身体里 空空荡荡的 那强大的血脉之力 竟是如同消失了一般 无影无踪 他吃惊地看向龙当当 龙当当只是轻轻地摇摇头 表示自己没事 林梦露看到龙空空的样子 就感觉到了不对 也是第一时间赶了过来 当他要施展治疗魔法的时候 却被龙当当抓住了手 没事的 放心吧 空空 该你了 四分之一决赛 四场已经去了棋三 只剩下最后一场比拼了 代表骑士圣殿出战的龙空空 与灵魂圣殿的录影之 无论是谁输了 都意味着本圣殿无人能够进入前四名 目前已经进入前四名的 分别是牧师圣殿 魔法圣殿和魔法圣殿 是的 龙当当虽然怎么看 现在都不像是一名魔法师 但他代表的却依旧是魔法圣殿 这个身份是不会改变的 至少从明面上来看 魔法圣殿是目前最大的赢家 放心 我现在可厉害得很啊 龙空空有些傲娇的仰起头 然后昂首阔步的就朝着比赛场地内走去 目送弟弟入场 龙当当却没有继续去看他的比赛 而是在原地就盘膝坐了下来 闭合双目 1911589七猎魔团众人都不知道 他身上发生了什么 他们都是快步来到龙当当身边 将他围在中央 也挡住别人的视线 林梦露因为先前龙当当的阻止 并没有为他治疗 而很多关注的目光 此时都朝着这边看来 先前场中的龙当当 所展现出的实力 实在是太过强大 而且也太过特殊 但现在看起来 这显然不是没有代价的 只是不知道那种状态的他 是真的只具备气息 还是真的能够战斗 龙当当默默地运转着自己的灵力 引导血脉波动 刚刚从龙空空那里吸来的一点血脉之力 飞速地在自己体内运转 弥补着自身的亏空 先前他几乎将自身那种特殊的血脉之力 消耗一空 而此时在龙空空借来的 同源血脉之力作用下 空虚的身体开始缓慢地恢复 那特殊的血脉之力重新激活 但恢复的速度很慢 刚当那种特殊状态 龙当当私下里 其实也已经尝试过了 直到最近才能勉强成功 但实际上 至少在目前状态下的他 也只能是维持那种状态 至于发动攻击之后会发生什么 他自己都不知道 但他可以肯定的是 自己最多也就只有一击之力 还是控制不住的那种 之所以能够将自身各种能力完全整合 这不是一个因素决定的 而是身上的多重能力共同作用才有的结果 其中 最重要的核心有两个 一个就是月明沧海灵卢 另外一个则是 他那特殊的血脉之力 月明沧海灵卢 作为十二守望者灵卢之一 曾经是极为强大的存在 但他本身却是一个辅助灵卢 能以辅助的身份成为守望者 他的辅助能力可想而知 绝不会逊色于神奇与同灵卢 伴随着龙当当不断为他注入的灵力 不断地对他的本体进行修复 月明沧海灵卢的各种功能 开始逐步恢复过来 海纳百川对他来说 只是最初步的能力 而他的核心能力 就是融合 灵卢融合剂 是所有人都知道的强大能力 但想要让灵卢融合 释放灵卢融合剂 就需要极强的控制能力 还需要至少两个灵卢相互之间 属性彼此亲和才行 但是 这些问题在月明沧海灵卢面前 就都不是问题了 他能够将任何灵卢相互融合 施展出灵卢融合剂 并且很好地进行控制 沧海最强大的技能 就是融合 融合一切可以融合的力量 并让其升华 伴随着沧海被龙当当修复 他就开始向龙当当 展现出自己这方面的能力了 并且进行尝试 帮他整合 以体现自己的能力 让龙当当注入给他的 这么多灵力不白费 但是 月明沧海灵卢也是有极限的 譬如 融合普通灵卢 对他来说轻而易举 但如果融合的是智慧灵卢 那么 就有一定限制了 再到守望者层次的灵卢 那融合起来 就比较困难了 譬如修罗红莲灵卢这样的存在 想要将其和其他灵卢融合 就很麻烦 修罗红莲灵卢自身太过丰锐 融合就需要消耗大量的沧海之力 但沧海却为龙当当提供了一种可能 按照他的特性 融合的力量越多 就会越强大 能够释放出远超自身的威能 但有两个前提条件 一个是他的本体要承受得住 还有一个就是 这些融合之后的力量还要镇压得住 也就是说 沧海可以为他进行融合其他力量 但融合之后的力量 他能否动用 那就要看龙当当自身了 还要承受得住才行 本来沧海认为 他现在只能是帮龙当当 进行部分力量的融合 至少要等龙当当修为达到九阶 并且将他完全修复之后 才能整合所有的力量 以下惊艳所有人 但是 龙当当那特殊的血脉之力 却让这一切提前了 沧海帮龙当当融合小八的力量 融合自己的分身叠加 融合几大灵卢之力 这些力量统合起来 变得非常强悍 可他们在融合之后 对龙当当产生压倒的时候 龙当当体内特殊的血脉之力 居然承载住了 并没有崩溃 当然 在这个过程中 龙当当那份血脉之力 也会飞速消耗 能支持他发动一次攻击 就很不错了 而且 真的发动攻击之后 这些融合的力量 立刻就会各自崩解 很可能会对他自身 产生巨大的伤害 所以 在面对汪长兴的时候 他才选择了施展出来 这无疑是目前 他所能施展的最强能力 这是汪长兴想要看到的 而龙当当也相信 汪长兴在看到这样的自己之后 不会再选择继续攻击 换了紫桑流营 肯定就不一样了 无论如何 紫桑流营 都必然要试试那种状态下的龙当当 会强大到什么程度